而且这边好像比另外一边更好 因为这边的话它往另外一边拉点 拉到病患那边病患没有保能力 如果是它是往巫女那边转 巫女就能给盒子 但这个刷点它不能往 不能强行往巫女转了 果然是个底牌玩的 低保是真想赢 它完全没有想要保平的意思 面对强大的吉亚求生者 真的是年轻 年轻人勇于挑战 年轻作为一个老牌自由选手的 但他好像还不到20岁 这么年轻吗 他应该是19吧 好像我记得 没记错 他打比赛的时候才多少岁 这么年轻 对他是属于那种 之前有一波 华县18岁以前不能打 他刚好18 好像我记得那时候 哦那那那挺挺挺巧的 他以前最早打的时候 好像才156岁 上来抓入恋师 怎么说 抓入恋师 是最好抓的 但是入恋师毕竟有个灵鹫在手 他的一个选择很多的 第一波比如说位置不好 好这边转过来 哎 还是 拉到了点给到了一个减速 哎为什么这边入恋师不利用这个八音盒 这边地宝是不是 要把这边八音盒踩了 然后选择换抓呀 哇这三个盒子 踩完黄花菜都凉了 啊有他是带着什么闪现不是传送 对他这个带的传送我觉得还能理解 先踩盒子 这个盒子踩完感觉是一个什么感觉的一个那个人不见了 环卫勾认的感觉过来把这些乱七八糟收拾了一波 那现在踩完盒子怎么秀节奏呢 这种盒子怎么说呢 你就是你不踩你难受 你难受就忍绝 你踩了嘛 你前面也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踩了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一般来说我剑看下来啊 都是就是穷者在比如说小房里面 然后他慢慢的把盒子踩完 踩完以后抓你这个人 但是他刚刚那波呢 这边人都没有 他就把这盒子踩了 都有力有弊啊 都有力有弊 诶 炸前锋了 前锋被炸到一下 这里能不能中 有没有 飘 诶 没中 没有中 我刚看位置差不多 前锋拉一波球 这局的话前锋只要 有点少这要被炸了 诶 费轮躲了 他只要把球用完 我觉得球能者保平了 平局就有了 后面就看怎么争胜了 只要这波球能拉完 因为灵鹫已经套上了嘛 这前锋第一波 应该就是灵鹫直接给了的 不需要队友救的 不需要队友救的 前锋还有点难抓 还有一波球呢 终于球拉完了 他球还是拉的挺快的 还行吧 都消耗的还是挺快的 现在只要一个闪现 他交不了闪现吧 因为他有入链 他交了闪现 他只能通过底牌的 到时候 诶 等会这里 诶 没反应过来 诶 交闪现的话 这边直接套入链的 你没有传送过不去 他只能留这个技能了 A到 这个位置 要切底牌了 对 灵鹫是在墓地的 墓地的 有没有机子 他传送都是个问题 但是这个机子快修完了 真的是 盒子一踩黄花菜都凉了 是的 我觉得灵鹫直接套了 这波节奏 而且他好像没有地方能传 那个电机是完了 中场的机子 外面重新骑他就可以了 没关系 他有底牌在保平的概率 还是有 对 因为前锋是个上挂飞 这边前锋是肯定撑不到密码机 点亮的 所以说前锋一定会被二挂 救下来是个上挂飞 开门战 如果说他有技能的话 不一定 现在感觉不一定 这两个板子 是几个板 这个地方板都是新的 板子一下 完了一整局技能没交 这把有点有点衰 直接炸 炸倒 亮大清障 有幽闭吗 应该是没有 这个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速度有点快 展现A岛 但是 你挂吗 你挂你门避开 而且他们这边 你挂的位置还得看 还有个薄命的 这薄命套上都有可能四跑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这三个盒子踩完 真的 关键他三个盒子踩完 他那里 他刚刚 刚刚也没有跟他去绕那个小房 对啊 就是他踩盒子的时候 周围是没有人的 耳鸣都没有的 他应该是想的就是我这个里面盒子不踩 你待会再绕一圈 你又绕到小房 我还是要踩 但其实他抓的是个入联士 入联士当时离开这个点 我感觉也回不来吧 而且那个盒子刚刚影响 影响他的盒子也就一个 我觉得他可以追 追的话那那里会吃吃吃雷的 对